欢迎收看各位节目的时刻 在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就是 柯文哲之前为了要取代某个公司 他成立了制谣公司 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取名 结果这个公司居然悄悄地 在10月7号的时候结束 而10月7号结束这个时间点 非常的敏感 是因为10月8号的时候 周刊就报道了橘子潜逃到了日本 而且橘子在这里面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柯文哲的手机 柯文哲的USB 柯文哲的私人行程 都是由他来掌握 那你可能会问说 不对啊 如果我是10月8号才报道 我10月7号的时候 将这个公司结束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怪就怪在这里 刚讲的是说 你如果周刊是10月8号报道 可是在10月7号的晚上 就有媒体报道说 橘子出国的消息 哪有这么刚好的 而且我们看到 每次制谣公司 跟他有任何的新闻 前后一定有怪事发生 我们还讲到的 制谣公司在5月16号成立 可是5月16号成立的前一天 刚刚讲的 橘子的妈妈就做了一个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 而且在5月的10号的时候 柯文哲就花了4300万来买商办 而且橘子能够出国 这更是诡异 因为应小微跟他同时准备出国 代表两个人同时得到了情报 因为难道到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时刻 柯文哲都还有内线吗 难道到了这个时刻 任何检调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有人跟柯文哲通风报信吗 所以就看到 上天检调又开始把整个声势给拉高 至于我们讲的 现在你很久没有听到的北极术 过去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减掉 减掉 减掉 可是在办柯文哲案子的时候 你听到都是减的 就是我们看到北极跟联赦署 可是现在看起来 北极跟联赦署可能踢到填摆了 现在北极组进来了 北极组进来之后 真的可以让这个案情有所突破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起来 明镜的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黄树宋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电视报东照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民党的台北市员李延峰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本田张宇轩 好 第四位是自身本田张宇轩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自身本田张宇轩 好 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 是大家突然进去 制药公司居然在10月7号结束 好 那一个公司结束 他本来就说要结束啊 那为什么在10月7号结束的时候 你说非比寻常 因为在上礼拜的我们讲 上上礼拜 这样的一再传出来说 已经查到海外金流了 所以查到海外金流的时候 唯一能够去办海外金流的只有谁 只有掉下去 所以调查局的海外金流查的户 开始启动了 可是调查局之前是被挡在外面了 调查局本来认为说你被缴械了 本来这个案子是由北检跟连政署 跟这个调查局没有关的 可是让调查局进来之后 就代表调查局能够办金流了 调查局可以办金流了之后 你说制药公司 这个时候取 这个时候结束就耐人寻味 而且制药公司一结束之后 马上就传出来说 最核心的人物橘子跑掉了 保洁我认为柯文哲并没有坐以待毙 为什么呢 你看今天传出最新的消息是 10月7号的时候 制药公司结束了 好那为什么我说柯文哲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出招 为什么还在出招 保洁他为什么要把制药公司结束 为什么 因为调查局已经进来了 调查局是专门查什么 金流嘛 你看前几个礼拜我们不是说到吗 他已经启动要查所谓海外的这个账户的一些 洗钱的这个专案吗 他要查你的金流 所以你要查金流的时候 柯文哲这一方知道说 哇调查局进来的时候 我要小心 因为你真的很会查金流 所以我赶快在这个时候 能够快到转乱马 把制药公司给他结束掉 那为什么制药公司结束 可是你说不对啊 为什么木可没有结束 简单 因为制药公司目前为止 他的财务相当的简单 他负责人可以不用回来 他只要三分之二的股东说我要结束 因为没有任何要清偿的东西 就直接可以把它结束掉 所以这个很快就可以结束 所以你说 照理讲说这个制药公司 应该是负责人 是柯文哲的儿子柯富瑶 柯富瑶看起来并没有回到台湾 就算你没有回到台湾 公司也可以结束 代表实际掌权的人 实际的股东 他其实在台湾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股东 他是还在外面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所谓称佩琪嘛 对耶 只有陈培琪有办法结束这个公司 所以简单就是 柯文哲也进去了 对所以我就跟你说 简单说是柯文哲这边 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想办法 在把这个很多证据 把它掩灭掉 对我就把制药公司结束掉 好那为什么是10月7号 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为什么 隔一天的时候报导 保险隔一天报导什么 我们知道说 原来有橘子这个人 对 那橘子这个人现在人在哪里 他在日本 在日本的时候 那这个制药公司的 这个所谓负责人是谁 柯富瑶他在哪里 他在日本 好也就是说 柯文哲方面知道说 糟糕 媒体要报导出来 如果两个年这样一起 那还得了 我赶快前一天 而且调查局要查我 我赶快把它结束掉 对 一刀两断的 把这个制药公司结束掉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柯文哲这边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跟检调 在斗法的一个状况 而且在《健康刊》 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 你更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消息有走漏的嫌疑 没错 为什么讲说 这个消息有走漏的嫌疑 是因为 刚才讲 今天橘子的这条新闻 是10月8号 对 可是在10月7号的晚上 就已经有媒体说 周刊即将报导 橘子出国的消息 是的 其实那样是 除了柯文哲核心人物以外 其实在外面 对橘子并不熟悉 怎么会这个时刻 突然丢出来 代表早就有人通风暴戏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 橘子为什么很重要 保健你简单来看 这制药公司在说话 跟橘子家族 好像完全连在一起 你看 制药公司的这个结束 隔一天就报导出 这个橘子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来看 制药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 他在今年的5月15号成立的 但如果你把他跟橘子家族 可以连在一起 保健那 5月10号的时候 柯文哲不是买了商办吗 就5月15号的时候 这个慧珍不是查出来吗 许子宇的妈妈 杜翠玉 她不是受托专户 变更登记吗 对 所以说两个 变更登记完之后 资药公司就成立 然后警戒下 延峰不是就提报说 4300万的 这个所谓商办 目前为止的这个事情 就被踢爆 虽然两个时间点 是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结果他的结束的时间点 居然跟橘子家族 又有相关 对 所以他说 这个好像很多巧合在这里面 好的 我刚才讲到的 你今天的这个买 4300万买商办 跟你这个橘子的妈妈 杜翠玉 搞了一个信托专户的 变更登记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们去查了 才知道说 如果 我刚才讲 那真的是慢了一步 如果当时 购问者把这个 4300万的商办 直接交付了这个信托 交给杜翠玉 这个信托专户的话 你在所有的证件上 你只可以看到 杜翠玉的这个信托公司 你看不到柯文哲 所以大家在质疑说 你柯文哲到底买了一个房子 还是有买第二个 还是有买第三个 你跟杜家的关系 到底如何 对 所以这是 我相信检调 目前为止 也要查这样一个情形 好 那除了检调 继续查这个橘子 跟柯文哲家族的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所谓调查局 又约谈了什么 这个木可 还有众望基金会 等实名的证人 他开始查这个政治现金案 已经查到谁 周渔修还有戴玉文都去了 所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是要摸金流 我除了目前为止的金华城 除了目前为止的很多案子之外 你的整个众望基金会 木可里面的钱 我也要给你摸了 透透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越查越觉得 这个柯子家也太神秘了 今天甚至传出一个消息 是说 柯子家的人 甚至他的舅舅说 他们有去跟柯子联络 希望他早点回来 他说 现在柯子家的一般亲人 竟然联络不到柯子 对 没错 这是很怪的事 对 也就是说 柯子这一次来说 简单肩负了太多 柯文哲的秘密 那我们就讲 我就说 如果你把时序 再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你看 买商办之后 几天的时间点 柯子的妈妈的 变更信托赚户 然后没多久 又成立这个治疗公司 紧接下来的话 延峰踢爆 这个所谓 他的买 买所谓商办这件事 然后紧接下来 10月7号 治疗公司协赛 然后10月8号来说的话 橘子就被报道 潜逃出国 虽然橘子跟 柯文哲的这个治疗公司 好像两个是 完全连在一起 所以才说 这里面或许有更多 内幕的消息 我们可以查下去 如果像回头过台来看 这个五月就太耐人询问了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发生在这里 这五月刚好发生什么 刚好政权从蔡英文 交到了赖清德手上 从蔡英文 交到赖清德手上 我们刚刚讲到 柯文哲是有内线 柯文哲是有讯息 柯文哲发现不对之后 就开始藏钱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在总统大选完之后 事实上这些案子来说 我认为检调 应该老早就有掌握到一些讯息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呢 现在很多人就说 搞不好是蔡英文总统了 事实上当时 对于柯文哲并不想追杀 所以事实上你就知道 他们这个钱后来 你看五月多开始的时候 这个他就开始在买 这个陈培起在看上亿的豪宅 然后紧接下来 五月十六就开始在开 这个制疗公司 然后又买了四千三百万的 这个上半 都在五月多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在政党轮替之前 他做了这么 在赖总统上任之前 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结果没想到赖总统一上任之后 整个话锋完全转变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从现阶段 柯文哲还在跟检调 在斗法的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说 他们或许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些人知道内部 怎么去办案的这个状况 所以怎么会目前为止 再把这个十月七号 会把制疗公司给 结束掉的一个状况 好 爷们刚才讲 今天大家就不知道 怎么突然发现 十月七号的时候 制疗公司已经结束了 制疗公司结束 在回归托尔吉堡 它是在五月十六号成立的 五月十六号成立之前 然后在前一天也一样 橘子的妈妈 去做了一个 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的五月十号 柯文哲花了四千三百万 买商办 是你妈提报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想 那你买商办 跟这个信托专户有什么关系 你特别去查了 如果今天 因为他当时没有马上 把这个四千三百万转给的 这个所谓的信托登记 如果他当时转给信托登记 你是查不到的 是没有任何资料的 是 依据我们地震局的规定 因为当时我在 踢爆他的商办这件事情 掉的是二类腾本吧 如果假设柯文哲买了 过户了 就直接把这个信托 受托人 惦记在局局的名下 或者他妈妈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二类腾本的所有权人 就会变成 他的名字 杜某某 或者是许某某 我可能就查不到 柯某某这个名字 当时我是比对是柯某某 然后跟他们家的住址 身份证 所以代表什么 如果假设五月他买 然后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 却把他信托 我告诉大家 柯文哲是可以一手遮天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又再补充一下 今天不管是橘子 或者是橘子妈妈的 两个信托专户 他都有一个重要就是 不动产的租赁转让 不动产就代表 我是专门做事 你把不动产信托给我 信托给我 我带你来管理 这中间也太巧了 而且你如果买 你真的有买任何的房子 你交给他们家去 信托管理的话 外界是从所有的公开资料 里面是查不到的 对 所以如果即使他登记给柯文哲的 儿子女儿 其实这个都有可能可以查到 但是如果信托出去 给橘子或橘子的妈妈 或者是他们的家族 是查不到的 所以信托这么重要 没错 所以当时大家不是在想说 他不要忘记 柯文哲他们是从五月 买了这个商办之后 陈佩琪还在干嘛 还在看房子嘛 晚风许许 阴阴没事情的时候 就在看厨嘛 而且看的都是豪宅嘛 那现在大家也会担心说 你五月举止就已经在开始启动 所谓的信托专户的变革登记了 那会不会五月一直到八月 因为当时是因为 踢爆政治现金了之后 他才不敢再去看房子嘛 那从五月到八月 大家都在怀疑 柯文哲你们两夫妻 还有没有买其他的房子 还是已经买了 却已经信托了 这个是现在我们查不到的 你说真的信托就查不到了 对 那这个检调单位 我相信他们也会一一的来 把它查清楚 那像昨天 包含约谈的戴于文 周渔休 这个显见什么 显见整个民众党 当然人家北基站 是要勾机金流的部分嘛 那现在民众党我说啦 就是我双双倒 我在丢死骨肉啦 你看他们昨天在这个 西门町前面办的这个活动 我调了相关的资料 你知道多好笑吗 多好笑 他们去申请 民众党对馆长跟黄国枪 没有信心 他们申请入权 还有预估人数 多少人 200人 所以你在西门町 6号出口捷运站 你自己预估的人数 200人 所以他们心里的底部 是200人就很多了 对 你整个民众党精英出境了 结果现场 500人 而且那个很多都是路过 包含工作人员 对 线上多少 1000人 所以我就说民众党 你们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 然后再来 他们还敢自己放消息 宝洁哥 你记得昨天 他们就自己放媒体说 已经检调单位这个调查局 要来搜索我们众旺基金会了 所以你刚刚讲 为什么举止会知道说 我在8月27号的时候 所以他们昨天就知道众旺基金会 今天会不会自己约谈了 对啊 他昨天就自己放消息了 他们真的有内线 但你看他说今天是不是马上被约谈了 是不是这样嘛 终于就马上被约谈了 所以所有那么巧的事情 都会发生在民众党的身上 那个举止8月27 赶快跑去日本嘛 应小微8月28 企图想要闯关后来被拦下来 后来柯文哲8月29 开记者会说他 那个暂时请假党主席 大家不要忘记 陈佩奇他买了机票 8月30号要去美国 要带他的小孩说要去美国 那为什么就是短短的 这四天的时间 你们所有的关键人物 不管是金华城案 不管是你的政治现金案 你们这些人都要出国 所以橘子先跑 易小微跟着跑 然后他老婆也买了好机票 要去美国 接下来就是柯文哲 等于说请假党主席 对啊 那所以检调才逼不得意想说 为什么这些人都知道 不要忘记沈青金 他本来也要跑 对啊 他是躲在那个楼梯间 后来不然被抓出来的嘛 所以检调单位也会想说 为什么 你哪有都知道啊 对啊你哪有都知道 你消息是哪里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当然接下来 检调单位他们有 他们调查的这个节奏跟脉络 但是也要防止 所谓的消息的泄漏 好 玉凤 之前有一条新闻就讲说 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刚刚讲到 你当然北检 你当然连政署 你今天包括调局 大家都摸不着祸祸 因为这是大案子 这是一个跟赖金德表公的好机会 大家要冲进来 可是这个时刻有一个单位被绞卸了 这个哪个单位 就是调局被绞卸 调局被绞卸的理由是说 你有可能情报外露的这个可能 所以呢 你把资料交出来就好 过去我们都讲 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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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我们都听到 检联就是北检跟连政署 调局被晾在一边 可是现在 北极署有大动作了 北极署为什么有大动作 你说 那是北检跟连政署两个太废了 两个 一个只会只会办案 一个根本不会办案 所以调查局必须出来 那你说调查局出来 就会有新的进展吗 对 当初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 调查局也是希望来办 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还有相关的案子 可惜呢 到了北检那个地方 最高的检察中长 讲说不行 你有一些风气上的疑虑 为什么常常会有些风声 跑出来跑出来 说跟我没有关系啊 别人也会啊 说没关系 那你把资料交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调查局 讲一句话说 我们想去跟人家靠航 都被人家赶出来 然后被赶走 对 然后资料 被他缴械给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谁来办 北检指挥廉政署 而廉政署当初成立的时候呢 有人笑说廉政署是 调查局的二军 因为他们是述出的 很多人的状况 是从那边转出去的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 北检跟廉政署 再加上那个时候郑明谦 是这个廉政署出来的 他就希望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想一举 打响这个知名度 郑明谦 也廉政署是郑明谦的子弟兵 我想好好去扶植我的子弟兵 来打响这一炮 没有想到落赛了 对 所以那一次要弄下去之后呢 其实廉政署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他觉得说前半段的资料 调查局已经把它交出来了 我大概剥锡一下 剥锡一下 大概就可以弄出一些东西来了 我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 你调查局是真的在前线办案的 调查局是花去养线名的 调查局是真的在底上 给人家保证的 那我们看到廉政署什么 廉政署就是以前我们讲的人儿 人儿就是专门 郑风跟人儿 干嘛 收集资料的 去这个时候打报告的 打小报告的 会办案吗 我不知道 所以弄了半天 弄下去之后呢 发现检察厂也还问 每次都说快了快了快了 啊怎么都没有看到实质的东西 后来真的不行之后呢 还是只好把调查局给叫回来 然后调查局叫回来之后呢 用的又是北基组 就是现在讲的北部机动站 那时候有北中南东 这四个机动站都是最强的 其中北基组 就现在的北基站 才是强中之强 以前大家记不记得 阿比的女婿赵玉敏 赵建民也就是被他们给办的 那时候他讲说 谁敢去办阿扁女婿啊 那时候有个内线交易案 结果北基站一办 把他给办下去 而且把他送到牢里面去 那这一次为什么 一定要调查局出来办 因为联阵署看不懂资料 看不懂 然后呢 调查局又故意整联阵署 他没有把资料把它分析好 其实那些 那些金流还有汇款往来记录 然后重点一件事情 你一个人的人格分析 其实调查局他从这一个人 他就有你的资料 这个人后面的好朋友是谁 然后呢 他可能走哪些管道 钱走哪些管道 那个是一整套的 你可以整个过去 但是他没有 他把你拆散了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数据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资料 然后呢 联阵署看了半天 递歌到菜得 然后往错的方向 当时调查局 我们讲所有的情报资料 或是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财务的资料 钱的资料 都在调查局上 你要我就全部给你 我如果全部给你 你根本不会消化 你根本不知道哪个地方 弄在哪个地方 所以他们一度走错方向 所以查金流一度走到死胡同 看到了钱 怎么找不到钱的流向 跟最终的终点 所以最后不行了 还是把调查局给叫来 调查局叫来之后呢 北基站来负责这件事情 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柯文哲不是只被办 进华城案 他们把他柯文哲 当成一个犯罪的主体 民众党可能是协助 这个犯罪主体的一些共犯 所以调查局办案就是这样子 我把你全部都圈起来 全部圈起来 然后圈起来之后呢 我帮你慢慢的 吓吓吓吓 吓出哪里 你的问题不大的 我就把你一个一个一个弄掉 你到底有没有在这圈圈里面的话 你没看到每一个人 包括巴掩人 包括周玉兄 进去的表情 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 你到调查局 你到北极站的脸色 绝对不会是像之前 许甫去廉政署的表情一样 你今天进去之后呢 你看到了 给你提示的一个证悟 我觉得一定会有震撼到他们 这样子觉得很恐怖的 这样子觉得很可怕的 你一进去之后 一个大大的国旗 然后很肃杀的气氛 然后门关起来之后 砰 还有那个回音 我告诉你 今天他一去之后 他们关起来 还给你砰一声 对就是这样子 吓他们 那有没有效果 其实北极站过去来讲的话 吓出来的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现在来说的话 又有金华城 然后现在找到民众党的话 还有什么政治现金案 那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大案子 主体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身边这些人 其实都有可能 作为他的左右手 作为他的帮凶 如果有钱 我们先讲退归官部讲 如果真的有非法的钱 进来的话 会不会到处流窜 每个经手的人 其实在调查局的掌控之中的话 你进到这个圈子里面 你可能就尬尬尬尬 就尬尬出来了 一个都跑不掉 那按照刚刚施松讲的 非常微妙就是 竟然在10月7号的时候 制药公司结束 制药公司结束 今天本来大家以为说 是因为10月8号 近周刊要报导 取一指即将出国 可是时局上不对 所以施松判断是因为 当时调查局进来了 北极署进来了 金流是真的在查了 而且是对柯文哲 开始有威胁了 所以才赶快把 制药公司给结束掉 制药公司 你要想他当初成立的目的是 要做什么 制药公司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接手MOOC 所以呢 当你这事情 当北极站进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前端会不会 其实有什么作业了 所以你才急急忙忙 要赶快在这时候 把它shut down 把它给关闭掉 所有的东西 一定都是有原因 而10月7号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听到了哪些风声 柯文哲 到现在还有风声 一定有 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风声的话 其实简单讲 你在被办案的过程当中 不是你在办案 你是被人家办的过程当中 一动不如一进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风火让 风间让口的时候 你一定要结束这间公司 你一定就知道说 红瞎来啊 红瞎来啊 这个时候动 不然就来不及了 武总 都什么时刻了 柯文哲还有内线 柯文哲还有消息 第一个 你橘子居然可以比 映小为更早一点跑掉 第二个就是刚刚才提醒说 原来不是印小为要跑掉 是连柯文哲的老婆 陈贝奇都已经买好机票 准备跑到美国 甚至整个制谣公司的结束 都耐人寻味 我们要回头去看 当时柯文哲跟蔡英文 见面的时候 谈了两个小时 吃了水饺 然后他带了周一秋去 对 对不对 然后相谈甚欢 我要跟大家爆料一个事情 不是爆料 就是把那个 有一个遗忘的新闻 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时民进党的第一个版本 蔡英文主张的版本 对 就是尤锡坤当院长 黄珊珊当副院长 对 然后巴锡合作 那当时的 那当天在谈的东西 就是蔡英文主导 然后柯文哲两个 其实不是在谈什么 未来的台湾 是谈立法院合作的案子 这个案子 虽然当时在新的 是总统当选人 对 但是当时 他职务还是副总统 所以主导者 还是由蔡英文负责 对不对 而蔡英文是比较 希望尤锡坤能够接的 所以严锡坤态度很积极 看起来都一个人在积极 因为 所以两头马车 其实是不完全不太一致的 所以那我请问你 那如果当时的情况之下 是民众党跟民进党合作 主导这个立法院 就是 那是代表什么 就是 绿白河 就是绿白河 国家安定联盟 对 那就是绿白合作 所以当时的柯文哲的心态 是快乐的 所以他的太太去谈 这个春风什么 晚上 晚风 晚风 晚风徐徐 晚风徐徐吹来 然后他的心情 看小宅 看宗宅 看大宅 那个是有条件的 因为当时他已经 不会有事了 不会有任何事情 所以他才敢把钱拿出来 买东买西了 后来变了 最后产生变化 是在520之后的变化 520之后的变化很简单 他也吓一跳 他也吓一跳 因为柯文哲发现说 糟糕 不对了 这个已经赖赏出手 因为没有一个总统 在一天之内 换掉三大情治机关首长 对 就看到没有 调查局嘛 调查局 警政署嘛 然后北检 不是北检 国安局 三个同时换 同一天换 我跟某一位 担任过高层的 这个警政首长的 这个地方政府的 这个市长谈过 他说中华民国历史 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一天换掉 一天换掉之后 第二天就开始动手 柯文哲就动手了 所以这个事情 第二点我跟大家分析 我们在谈司法 对不对 都在谈证据 谈一大堆 在这边诸诗嘛 每一项都依据 司法的条件来分析嘛 对不对 但是你认为柯文哲 是这样想吗 他不是嘛 他讲的是政治嘛 柯文哲要扳回这一层的 唯一的机会 就是搞政治嘛 搞政治怎么搞呢 就搞群众运动嘛 他现在无路可走 因为赖赏不可能 跟他妥协嘛 现在两个人 没得谈了嘛 不可能嘛 因为很简单嘛 柯文哲如果 这放出来的话 柯文哲比较大败呢 柯文哲如果你给他 搞一个背心罪 然后给他交保出来之后 他会不会退休了 会不会不搞政治 不会 搞到底啦 搞哪里 搞2028跟你干到底啊 因为你从现在民众党 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民进党干到底 今天不是讲吃和解饭吗 和解饭谁第一个冰斗的 民众党第一个冰斗的 就是很简单嘛 所以这个时候 我告诉你就是第三件事情嘛 现在整个民众党跟民进党的 政府的态度是核战的选择 已经决定绝对的战争嘛 拉高态势全面作战嘛 那这是谁指挥的 柯文哲在里面 在里面直接指挥 柯文哲还可以指挥 他拒绝这一区的同时 决定作战嘛 作战的命令下给谁 透过律师的律舰嘛 律师律舰下给周玉修嘛 周玉修是关键的人物 周玉修是真正的柯文哲 可以指挥的动的作战的 作战的这个战术司令官嘛 所以周玉修就 所有的这些作战 都是周玉修亲自到场嘛 难怪昨天说谎都不得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两天开始 这个北极组要进场了嘛 那北极组的态度现在开始强烈 你就看他 他约什么两名政商名流啦 然后怎么征讯 什么彭震生 黄举茂 你认为约谈彭晋生 黄举茂有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啦 那不重要嘛 垃圾时间假动作嘛 这样要 金华城案只有两个人而已嘛 一个人是谁 一个叫沈建金要咬他嘛 就金流要咬出来 就巨大金流 巨大金流要咬出来 第二个是谁 李文忠嘛 李文忠知道他前场哪里 我现在问题很简单 李文忠跟周玉修两个对话 说210万 对不对 周玉修说 我们小舍很小 沈建金很小气 这个不好意思 然后他来什么 谢谢将军 那我现在问你 那这210万是到中央党部对不对 那到了柯文哲手上没有 谁能证明 一个人 李文忠嘛 那李文忠现在他有 他如果证明这个210万部分的款项 到了柯文哲私人口袋的话 那他会变什么罪 他变贪污资罪条例的共犯了 他要判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李文忠会承认吗 他就不会承认了 他当然不会承认嘛 那怎么办 因为承认的话 就算减免徒刑1 2分之1的话 李文忠也要判5年以上 那怎么可能呢 那基本消费合5年 还有背信罪 那就不会糟了 所以李文忠不容易当污点证人 所以因此你看今天的办案方式 他绕过去跟你办背信 北极署进来办背信 背信让你先定罪 背信定罪就勿可的4000万 那个什么 什么众旺基金会的 一年两千多 两千多花了不少钱 这些叽叽歪歪的钱 一大堆东西 都是李文忠亲手 所以先坐实李文忠的犯罪事实 先定案一个犯罪事实以后 然后再跟你谈判 才有机会 所以他从他案 他从这个背信案先突破 先把李文忠跟这个勾章起来 那李文忠还有机会去咬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里面根本老神在在 他把他拒绝争讯呢 他干什么 他每天在指挥周一周去跟你干 跟你作战 那北极有没有压力 当然有啊 当然有压力 因为法务部的预算 今天你就不要想过啊 绝对不可能过啊 就跟你干到底啊 那他拼什么 他拼11月5号出来 对 我要跟你讲一个坐牢的道理 我跟所有的观众分享这个事情 坐牢有道理的 当然有啊 看守所关的人只有两种行情 一种是出不来 一种出得来 出不来的人 没行情 外面没朋友 没有抗争的 大家回家各自去找新老家 去找各奔前程 另外一个你有可能会出来 柯文哲现在给民众党的人 一个所有的途中 他会出来 他会出来哦 他会出来又怎样你知道吗 你这立委不要想干 黄国昌你给我乖乖给我听话 不然黄国昌不听我的话 我跟你开除党籍啊 对 两年 那柯文哲除了民众党以外 他还有什么对抗筹吗 没有呢 没有嘛 所以柯文哲是绝入一条嘛 跟他纯金盟嘛 所以今天如果柯文哲 11月5号拼出来的话 谁倒掉 可赖倒了 赖赏就倒了吧 这就是赖赏跟柯赏 两个人的对决 绝死战 绝死战嘛 绝战11月5号 就是11月5号嘛 10月5号只要他能够 这个柯文哲只能出来 他就变大尾